人可以下指令讓某件事發生嗎?絕對可以 事實上,人始終都在下指令讓事情出現在他周圍的世界 即使是此時此刻,也仍然在下指令讓事情發生在他的生命中 生而為人,只要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就會繼續這樣做 出現在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是自己下指令讓他們順理成章地出現 每一件事都是這樣,你或許會否認這一點 但無論如何,你都無法駁到它 因為這種指令是基於這條不變的原則 你無法透過言語或肯定語去下指令讓事情發生 相反,這種徒勞的複術往往只會帶來相反的事情 因為下指令永遠都在意識中完成的 亦即是說,每個人都有意識地讓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不會說話的啞巴意識到自己是啞巴 所以才認定自己是個啞巴 以這樣的觀點來看聖經 會發現它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著作 與其將聖經視為古文明的歷史紀錄 又或者耶穌的不凡傳記 不如將它看成人類意識所上演的一齣偉大的心理劇 將它視為你的一出氣,你的世界會突然從埃及的貧石沙漠 變成應許之地加南 每個人都同意萬物是神所創造出來的說法 沒有它就沒有任何東西被創造出來 不過對於神的真正身份卻異見分歧 全世界的教堂和所有的神職人員對於神的身份和真正本質 各有各的看法莫充一事 但無疑的是,關於神的身份與本質 聖經中的摩西與先知們百分百是抱持一致的看法 同時,關於耶穌的一生與教導 亦與老先知們的發現是一致的 當摩西發現神是對存在的一種覺知的時候 他就坦然自己明白的不多 哪自有的打法我到你們這裏來 大衛在詩篇中唱道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以蔡亞話,我是耶和華 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 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 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 我做光,又做暗 我思平安,又降災禍,做作者一切 是我耶和華 被當作神的存在覺知 在新約中提到了數百次 列舉數例如下 我是牧人 我是門 我是復活與生命 我是道路 我是阿拉法 我是外媒藝 我是初 我是中 以及 你們說我是水 他們沒有這樣說 我耶穌是門 我耶穌是道路 也不是說 你們說我耶穌是水 而是明確地指出 我是道路 即由存在各自這個大門 生命的具體顯現 逐漸進入有型的世界中 意識是復活的力量 當人們意識到某東西存在的時候 那東西就會復活 人們會將自己所意識到的東西向外投射 顯化出來 這個真理會讓人自由 因為人如果不是習慣於自我囚禁 就是自我釋放 如果你願意放棄以前的對神 除了你自己之外的那個神的一切信仰 而且一如跟耶穌和先知們一樣 宣稱神就是你的存在各自 這樣你將以我與父原為一的領悟 來改變你的世界 我與父原為一 父比我更大 這句話似乎讓人困惑 但如果是按照我剛才所說的神的身份來詮釋 就會發現他大有啟示 神的意象就像父親 而你的存在意識就是見證父親的兒子 兩者的關係就像是救師者以及他所形成的概念 救師者永遠給他的概念要偉大 但也始終與他的概念合而為一 例如在你意識到自己是人的存在之前 你會先意識到存在 然後才會意識到自己是人 因此你這位救師者永遠給你的概念 人來得偉大 耶穌發現了這個光芒萬丈的真理 而且超告世人說自己與神本為一體 而不是人所塑造出來的神 因為祂從來不認可這樣的神 祂說 若有人對你們說 哈那在這裏 哈那在那裏 你們不要信 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 天國就在你的心裏 因此當我們看到聖經說 他往父那裏去的時候 就是在告訴你知 他的意識上升到剛剛覺知自己的存在 從而超越了當下對自己被稱為耶穌的自限性概念 存在的覺知讓一切都有可能 耶穌說 你定義要做何事 必能給你成就 來自約百基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八節 這就是祂的預示 將意識提升至你渴望之物的自然存在狀態 正如祂所表達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來自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節 如果我的意識被提升至所渴望之物的自然狀態 我所渴望之物將會顯現並吸引到我身上 因為祂說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者女來的 我與父原為一 因此意識就是你的父為你吸引生命的顯化 此時此刻 你正在將你所意識到的東西吸引到你的世界 現在 你應該可以看出 你必須重生是甚麼意思 如果你對目前的生活不滿意 這樣改變祂的唯一方法 就是將你的注意力 從那些看似真實的事物上轉移開來 而且將你的意識 提升至你所渴望的事物上 你無法同時服侍兩位主人 因此 將你的注意力 從一種意識狀態轉移到另一種 就是在一種狀態上死亡 而在另一種狀態上重生 你們說我是誰? 這個並不是由一個叫耶穌的人 對另一個叫彼得的人所提出的問題 而是由一個人的真實存在 對他的自我所提出的一個大災問 換句話說就是 你說你是誰? 你對自己的信念 亦就是你對自己的看法 將決定你生命的表達方式 耶穌說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換句話說 你內在的我就是神 因此 祈禱被視為一種認可 認可你自己去成為你現在所渴望的 而不是去向一個不存在的神 祈求你現在所渴望的事 難道你還不明白? 為什麼無數的祈禱都沒有得到回應? 這是因為人們在向一個不存在的神祈禱 例如你意識到自己的貧窮 因此向神祈求財富 但是你的回報會是你所意識到的東西 亦就是貧窮 祈禱要可以成功 你要做的是聲明 而不是黑球 因此如果你想祈求財富 就要否定感官所出事的證據 亦就是否定你的貧窮現況 而且假設你已經變得富裕 耶穌對我們說 你討告的時候 要進你的屋內 關上門 討告你在暗中的負 你負在暗中擦看 必然報答你 來自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節 我們已經確定負是存在的覺知 亦確定了門是存在的覺知 因此 關上門就是將現在覺知的這個我關在門外 而且聲明自己已經成為理想中的我 當我的聲明被確定到令人信服的那一刻 和我聲明有關的那些證據 就會開始被吸引到我身上 不要問這些事物是怎樣顯化出來 因為沒有人知道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顯化 會預先知道這些渴望的事物將會怎樣出現 意識是方法是道路 或者說是那一線門 透過意識事物才得以出現 它說 我是道路 而不是說我將三理四是道路 我是等於存在覺知 也都是事物得以顯現的方法 所有的跡象都是美除而至的 從來不是事先出現的 只有意識才會讓事物成真 因此先要有這樣的意識 然後事物才會被驅使出現 我們是這樣被教導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來自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節 先意識到你所尋求的事物 而且不要試圖去改變或者左右他們 也就是你定義要做何事 必能給你成就的含意 運用這個原則 你就會知道何為 向我證明並讓我看見 瑪利亞的故事是每個人的故事 她以某種神奇的方式生出一個叫做耶穌的人 瑪利亞不是一個女人 而是始終都保持童精的存在覺知 無論她令到多少渴望成真 現在將你自己視為聖母瑪利亞 藉由渴望一個媒介而自行受孕 與你的渴望合而為一 而你的渴望必須強烈到能夠體現 或者催生出你所渴望的事物 例如據說聖母瑪利亞 不認識任何男人 但是她懷了人 也就是說你 無論是張三或者你四 即使沒理由相信你現在的願望是有可能實現的 但是因為你發現你的存在覺知是神 於是你讓這個覺知成為你的丈夫 而且懷了一個主的孩子 因為做你的是你的丈夫 萬鈞之爺和華是他的名 他必稱為全地之神 來自以塞亞書第五十四章第五節 你的理想或者抱負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對她來說 第一個指令就是去做不可對人說 也就是不要跟人討論你的抱負或者渴望 因為別人只會對你眼前的恐懼做出回應 守口如瓶是實現渴望要遵守的第一條法則 第二個指令就是尊主為大 正如瑪利亞的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將主視為你的存在覺知 因此尊主為大 就是去重新評估或者擴展現在對自我的設想 直到重新評估變得極其自然 一旦達到了這種自然的程度 竟由在意識中合而為一的過程 就可以賦予新自我生命 讓這個設想成真 約翰福音第一章 就以摘要的形式 將神創造宇宙的故事告訴我們 太初有道 按著要說的是太初 可以視之為一個強烈衝動的初詞 道就是囚遊在你意識中的渴望 它想要得到實現 這股衝動本身並非現實 因為我視或存在覺知才是唯一的現實 事物只有在被我視覺知道才會存在 因此為了實現願望或渴望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節要緊跟上 也即是道與神同在 道必須與意識、固住或是結合在一起 才可以成為現實 覺知開始覺察到所渴望的事物 從而聚焦於它形式上的概念 並賦予生命 或使之前死去或未實現的渴望復活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來自《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節 這是覺知與渴望所達成的協議 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協議 現在你已意識到存在 因此不再需要言語 就可以明確地跟自己說我是 現在如果你渴望達到的是一種健康狀態 在你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健康跡象出現之前 你就已經開始感覺到自己越來越健康 等到我是健康的這種感受被落實之後 覺知與渴望這兩者的協定也完成 也就是說 我是與健康同意合而為一 於是這項協議就導致了一項產物 雙方達成共識的那個目標 在這個例子中就是健康了 因為我做了協議 所以被同意的事物就被表達出來 因此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摩西說 哪自有的打法我到你們這裏來 除了我是還有什麼存在可以讓你去顯化和表達 沒有啊 因為我是道路 除我以外再沒有神 如果你乘著清神的翅膀 飛向世界的進頭 或者在陰間下塔 仍然可以覺知到存在 你的覺知永遠會讓你所渴望的事物顯化出來 而你顯化的也永遠都是你覺知到的存在 摩西一再地說 我是我所是 以下是你必須奴記在心的 你不可以舊瓶裝身走 也不可以在舊衣上縫起新的寶丁 也就是說 你沒辦法帶著老舊的你的任何部分 和你一起進入新的意識 所有你目前的信念 恐懼以及限制 都是將你束縛在目前這個意識層次的負荷 如果你想超越這個層次 就必須拋開這一切 包括你現在的自我 或是你對自己的看法 要做到這一點 你必須將注意力 從現在的所有問題或限制上轉移開來 從而專注地停留在存在的覺知上 也就是說 你要靜默 而且充滿感情地跟自己說 我是 現在 還未必去調整這種覺知 只要表明你的決心持續地做 直到讓自己全心沉浸於這種 無明亦無形的存在情緒之中 當你的意識擴展 在你內心深處這種毫不受形式虛速的狀態之下 即由感受自己成為你想渴望的樣子 會使新的設想迎結成形 你會發現自己的內心深處 一切都有神聖的可能性 對你來說 當下這種無形無相的覺知中 你所可以想像的世間萬物都是最自然的體現 聖經邀請我們 離開身體與主同在 身體指的是你對以前自己所抱持的看法 而主指的是你的存在覺知 這就是耶穌對尼哥底母所說的 你們必須重生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來自約翁福音第三章第三節 也就是說 除非你拋下對目前自己所抱持的看法 而且呈現出新生的本質 否則你所展現出來的 仍舊是你目前所受到的限制 要改變你的生命 唯一的方法就是改變你的意識 因為意識就是圍繞在你周圍 需要不斷鞏固的實相 每個人生命中的所有細節 都是意識對外的投射與表達 你無法藉由摧毀、破壞來改變你的環境或世界 就好像你無法毀掉鏡子 來改變自己在鏡子中的樣子 你的環境以及其中的一切都在反映你的意識 只要你繼續留在這樣的意識中 就會繼續將它投射到你的外在世界 了解到這一點之後 可以重新開始評估自己 人們往往會低估自己 文書記提到 那時候有巨人在地上 據我們看自己就如炸蟒一樣 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這裡指的並不是出現巨人的那個時代 而是今天也就是永恆的現在 當你周圍的情況好像巨人般嚇人 例如是失業、敵軍 你面對的問題 以及所有可能對你產生威脅的事物 讓你感覺自己渺小到像一隻炸蟒一樣 但你也看到了 你必須先將自己看成一隻炸蟒 然後巨人才會將你看成一隻炸蟒 換句話說 你如何看待自己 別人就會如何看待你 因此 重新評估自己 而且開始感覺你是個巨人 是力量的中心 那些原本的巨人才會雙形見絕 顯得他們矮小如炸蟒一樣 世界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 在天上的萬鈞或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憑自己的旨意行事 無人能攔住他手 或問他說 你做什麼呢? 來自《但以理書》第四章第三十五節 這裡所說的並不是那個端坐在宇宙中 循規道舉的神 而是唯一的神、永恆的父 也就是你的存在覺知 因此認清你所擁有的力量 不是身為人 而是身為你的真實自我 那種無形無相的覺知 可以將你從自我囚禁的牢籠中釋放出來 我是好木人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來自《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節 以及第十章第二十七節 覺知是好木人 我覺知度的存在 就是跟隨我的羊 因此一個好木人是你的覺知 它永遠不會弄丟任何一隻羊 也就是你覺知度的存在 我是聲音 在人類混亂的曠野中呼喚著我所意識度的存在 而且也確信我永遠不會找不到自己 我是一線門 對我想進入的一切闖開著 而存在覺知是生命的主與木人 因此以真正的角度來審視 耶和華是我的木者 我必不自缺乏 這句說話 指的就是你的意識 對於你覺知度的存在 你永遠不需要證明 也都不缺乏證據 既然是這樣 你為何不去覺知偉大的存在 神的愛、富裕、健康 以及所有你所欣善的特質呢? 具備這些特質的意識 和擁有相反特質的意識 同樣容易 這是因為 並不是你的世界 讓你沒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識 相反是你的意識 令到你的世界成為現在的樣子 很簡單 不是嗎? 事實上 總是試圖將事情複雜化的人類智慧來說 或是太過簡單了 保羅提到這個道理時說 在外幫人 或世俗智慧為如絕 在猶太人 或是那些尋找精小的人 為半腳石 結果 那個人繼續在黑暗中行走 而不是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長久以來 那些人始終崇拜著由自己所做的偶像 以至於一開始 他們會覺得這個啟示所揭露的真理 是洩獨神明的 因為它意味著他們先前對神 一個有別於他自己的神的信仰 會就此終結 這個啟示要叫人知道 我與父原為一 父比我更大 意思是 你與你現在對自己的看法本為一體 但是你比你現在所覺知到的存在要更偉大 在一個人試圖改變他的世界之前 必須先打好基礎 我是主 也就是說 一個人的覺知 即是存在意識 就是神 在這個基礎被奴固建立起來之前 他會發現自己只可以回到先前信仰的奴役之下 但是一旦立好基礎 就再沒有任何人提出的建議或論點可以加以動謠 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來自約翰福音第8章第24節 也就是說 你將繼續困惑並受挫 直到你找到困惑受挫的原因 當你們舉起人子以後 必知道我是基督 來自約翰福音第8章第28節 也就是說 我無論是張三還是你四 無一件事是自己做的 而是我的父 或者是現在與我合而為一的意識所做的 當你離開這一點的時候 你內心所湧現的所有衝動與渴望 都會在你的世界中得到表達 看啦 我站在門外扣門 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那裡去 我與他 他與我一同坐直 來自啟示錄第3章第20節 那個扣門的我 就是一股衝動 門是你的意識 打開門就是藉由感受你自己成為你所渴望的樣子 與靠門者合而為一 如果你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渴望不可能實現 就等於關上了門 他絕讓這股衝動表達出來 提升意識去感受事物的自然本性 就是廣開大門 邀請這股衝動顯化成真 這就是為什麼聖經中會不斷提到 耶穌離開了顯現的世界 升上去去見他的父 耶穌就與你我一樣 發現對身為人類的他來說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 當他發現他的父就是他所渴望之物的意識狀態的時候 他就拋下了他身為耶穌的意識 將自己的意識提升至自己所渴望的狀態 並在這裡停住 直到他與這樣的狀態合而為一 當他將自己變成這樣之後 他就成為了他所要表達的樣子 這就是耶穌帶給人的簡單信息 人不過是非個體存在的外衣 非個體存在也就是那些人稱為神的我士 而每一件外衣都有他的局限 身為人類的你 無論是張三還是你四 都會發現自己有心如力絕之處 但是為了超越這些局限 而且讓渴望得以顯化 你要將注意力從目前的限制 亦是你對身為張三或你四這個身份的看法 轉移開來 好讓自己可以全心全意 融入所渴望的存在之中 沒有人知道這股渴望 或剛剛形成的意識會怎樣呈現 因為我 或者說剛剛形成的意識 擁有你們所不知道 亦都沒有辦法發現的方式 不要揣測意識怎樣去體現自己 因為沒有人會有足夠的智慧去了解他的運作方式 揣測只是證明你還未達到你渴望之物的自然存在狀態 因此才會充滿懷疑 聖經告訴我們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似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 主就必似吸他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 就將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這樣的人 不要想從主那裡得到神魔 來自雅各書第一章第五至六節 你可以看出這段文字是基於怎樣的觀點 因為所有事物都只可以建立於信念的盆石上 如果你沒有對某件事物的意識 就沒有建立這件事物的任何原因或基礎 接下來的這句話 可以證明新意識已經被建構起來了 感謝天父 當你沉浸於感恩的喜悅中 確實因為被賜予的事物而充滿感激的時候 你就已經與所感謝對象的意識合而為一 即使你的感官還沒有明顯地接收到他們 神也就是你的覺知是不會被愚弄的 你只會得到你所覺知到的存在 而且也沒有人會為他還未得到的東西表示感謝 感謝天父並不是一種神奇的公式 儘管現在有很多人都會這樣用它 你不用大聲說出感謝天父這些字眼 因為當你在運用上述原則的時候 你的意識會提升到某種程度 讓你就好像已經得到渴望之物一樣的油充地感謝 而且欣喜致極 這個時候你將會自然而言地 由內而愛地感到快樂而且充滿感激 也就是說在你提升意識之前 你已經收到了這份禮物 儘管它當時還只是一種渴望 等你提升意識之後 你的信念就成為了包括渴望的一種實質外衣 這種意識的提升就好像靈性的結合 兩者都要同意合而為一 他們的模樣或形象才可以在逐世被建立起來 使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向父求什麼 他就此給你們 來自約翰福音第15章第16節 無論求什麼是相當大的尺度 可以說是無條件的 而且也沒有限制只有社會上認為是對的事 你才可以去求它 事實上這件事是否可以成功 完全取決於你 你真的想要它?渴望它? 這樣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對了,如果你奉它的名去求 生命就會將它賜給你 它的名並不是一個你可以用嘴巴念出來的名字 你可以不斷奉上帝、耶和華、基督的名祈求 但必然徒勞無功 名意味著本質 所以當你求的是一件物件的本質的時候 永遠會有隨之而來的結果 以名來求就是提升意識 在本質上與你所渴望的事物合而為一 將你的意識提升至與那個事物的本質合而為一的狀態 你就會成為那個事物的表達形式 因此,凡你門討告其求的 無論是甚麼 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 來自《馬太福音》第11章第24節 正如之前所指出 祈禱是一種認可 相信你所領受的指令是第一人稱的現在式 那意味著,你必須在渴望成真之前 置身於渴望之物的本質中去討求 為了可以輕易地融入這樣的本質之中 全然地荒樹而且赦免他人的過錯是必要的 聖經告訴我們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們,就當遙恕他,好叫你們在天上的父也遙恕你們》 你們若不遙恕人,你們在天上的父也不遙恕你們 來自《馬可福音》第11章第25節 聽起來,好像是某個人格化的神對於你的作為感到高興或不高興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你的意識既然是神 這樣,你如果是持有任何不利於人類的意識 在你的世界之中,你都會與這樣的條件捆綁在一起 歡恕人類免受所有的譴責 同時亦都在射面你自己,讓你得以提升至任何必要的層次 所以在耶穌基督的意識中,對那些人沒有任何的譴責 因此,在你進入冥想之前 一個非常好的做法就是 免除世界上所有人的責任 由於法則永遠不會被違反 你可以放心地相信 每個人對自己的看法將會回報到他身上 所以你不用容忍自擾 也不用費心去看看那些人 是否得到你認為他們所應得 因為生命從不犯錯 他給人的東西,是那些人才給自己的 那就讓我們想到聖經中關於大量濫用雜一歲的陳述 各式各樣的導師都利用雜一歲這件事來逆使的人 因為他們自己都不了解雜一歲的本質 同時又害怕貴乏 於是讓他們的門徒相信 要將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獻給主 他們說得很清楚 意思是當一個人將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給特定的組織的時候 就是等同於將他的十分之一奉獻給耶和華 但是請記住 我是主,你的存在覺知 就是你所奉獻 而且一直以這種方式付出的神 因此當你聲稱自己在任何事物的時候 你已經將這樣的主張或特質給了神 而你不偏不倚一視同人的存在覺知 會回過頭來連壓大搖 用盡全力地令你所聲稱的屬性或特質滿日出來 存在覺知 不是你可以用名字去加以限制的 主張神是付出的,是偉大的,是愛,是無所不知的 等於是在定義無法被定義的東西 因為神是無可明知的 雜一歲是必要的 你將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獻給神 但是從現在起 當你將祂奉獻給唯一的神的時候 也不要忘記 藉由宣稱你自己是偉大的 附足的,有愛的,無所不知的 而將這些特質都給唯一的神,你的意識 這些都是你生而為人所渴望要展現的特質 不要選擇你會怎樣去展現這些特質或主張 因為生命自有它的運作之道 這是身為人類的你無從得知 也無法發掘出來的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 如果你可以對這些特質或主張深信不疑 這樣他們必然會實現 沒有任何隱蔽之物是不應該被揭露的 秘密的低語應該在屋頂上大聲說出來 也就是說,當你對自己的秘密信念 那些沒有任何人知道的秘密主張 真正深信不疑的時候 他們就會從你的世界的屋頂被高聲宣揚 因為你對自己的信念就是你內在之神的話語 這些神聖話語非常靈驗 不會無功而返 會達到他們必須被送往之處 此時此刻 你正大聲呼喊著你現在所意識到的永恆和無限 你所說的每一個字或每一個信念都會找到你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來自約幸福音第15章第5節 意識是葡萄樹 而你現在所意識到的那些特質和屬性 就是你所餵養而存活的枝子 就好像一根枝丫 除非穩穩地直根在葡萄樹上 如果不是就沒有生命 所有事物都是這樣 除非你可以意識到他們 如果不是他們就沒有生命 而就好像這根枝丫 如果葡萄樹的執液不再流向它 它會枯毀、死亡 你世界中的事物也是這樣 如果你將注意力從他們身上移開 他們就會消逝 因為你的注意力 就是支撐那些事物得以存活的生命執液 要解決眼前一個對你來說 看似非常真實的問題 你只需要將注意力從這個問題轉移開 即使這個問題看起來十分真實 你仍然要在意識中遠離它 而且開始去感受你自己 就是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 舉例來說 如果你被監禁起來 不用任何人告訴你 你應該渴望自由 因為對自由或說自由的渴望 是自然而延伸成的 所以何必去看監奴的四面高牆後有些什麼? 將你的注意力從被監禁的狀態中移開 而且開始感覺自己是自由的 充分去感受自由 直到這種感覺變得極其自然 一旦你做到的那一刻 那些囚禁你的監奴就消失了 任何問題都適用於這個原則 我曾經見過債台高速的人 運用這個原則 轉眼之間清除了累累的負債 我都見過 和患患不治之症被醫生放棄的病人 將注意力從自己的疾病移開 然後全心去感受自己正處於健康的狀態 即使他們身體的感覺與此相反 沒多久 這些所謂的不治之症就完全消失無蹤 你對 你門說我是誰 這個問題的答案 決定了你的外在表達 只要你仍然意識到受到禁錮與束縛 深受疾病與貧窮之苦 就會繼續將這些情況對外投射 而且顯化出來 當一個人意識到現在的他 就是自己所追求的狀態 而且開始不斷宣稱 這樣將會出現證據來支持這樣的主張 他的線索會透過文字語言來提供給你 你門找誰? 他們回答 耶穌 然後那個聲音說 我就是 來自約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至五節 耶穌意味著救贖或救世主 你正尋求從那些問題 但他們不是你的問題中被拯救出來 我就是 將會拯救你 如果你餓 你的救世主就是食物 如果你很窮 你的救世主就是財富 如果你被囚禁 你的救世主就是自由 如果你病了 你的救世主 不會是一個叫做耶穌的人 而是健康 因此 當你宣稱我就是 也就是在聲明你自己成為你所渴望之物 以意識 而不是言語來做出聲明 它將會回應你的這項主張 聖經說 要叫他們尋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來自使徒行轉 第十七章第二十七節 在意識中揣摩各項特質 直到你可以揣摩或感覺你已經成為它 當你沉浸在成為它的感覺之中 那個特質就會在你的世界中具體顯化出來 當你觸及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的時候 就會從這個問題中得到療癒 總有人摸我 因為我覺得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了 來自《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六節 沒錯 當你觸及到你內心的這個存在 揣摩或感覺到自己被療癒了 能力就會從你自己身上出去 而且在你的世界中鞏固療癒的功效 所以說 你們信神也當信我 因為我就是祂 要對神有信心 祂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料奴博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 來自《肥立比書》第二章第七節 去啦 你都應該如法炮製 沒錯 開始相信你的覺知 你的存在覺知就是神 去聲明你應該擁有一切 它是你在之前一直賦予在外之神的特質和屬性 你將開始將這些聲明展現出來 我不是遠處的神 我比你的手腳更近 比你的呼吸更近 我是你的存在覺知 我在其中所覺知的一切存在 皆始於始終於始 還沒有世界就有了我 世界終必停止 仍然有我 還沒有亞伯拉罕 就有了我 這種我是意識就是你的覺知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來自詩篇第一百二十七章第一節 主耶和華是你的意識 除非你所尋求的 才在你的意識中 究建完成 若不是 你的尋求也是百費氣力 所有的一切都必須始於 而且終於意識 所以 相信自己的人有福 因為人對神的信念 都是用他對自己的信心來衡量的 你們信神也都當信我 不要信靠他人 因為他人只是反映你的存在 只可以帶給你 或者對你做出那些 你先對自己所做的事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寫的 來自約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節 我有力量寫去 也都有力量再拿起 在這個世界上 無論那些人發生什麼事 絕非偶然 事情會發生 全部都是遵循著正確不變的法則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者女來的 來自約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節 以及我與父原為一 相信這個真理 你將會得到自由 人總是為自己的處境而責怪他人 而且會一直這樣做 直到他發現自己才是一切的原因 我事不是來摧毀 而是來實現 他是你之內的覺知 並未摧毀一絲一毫 反而是不斷實現一個人 對自我的塑造或看法 對一個窮人來說 要在這個世界找到財富是不可能的 無論他的身邊有多少財富 一直要等到他的意識 開始聲明自己是富有的 他才可能變得富有 有型的跡象永遠不會提前出現 他們總是隨後才會來到 不斷試圖克服而且抱怨貧窮 他一邊維持著貧窮的意識 就好像在玩整孤人的遊戲一樣 對於這種層次的意識來說 改變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生命會不斷地在各個意識層次對外投射 學法聖經中 浪子回頭的例子 要意識到是你自己造成這種浪費與貴乏的情況 也都是你自己可以決定 是否將意識提升至更高的層次 在那裏 肥牛毒 戒指 上好的葡子 都在等著你大聲宣告你擁有他們 當浪子有勇氣聲稱這些貴贈是他的 他沒有受到任何譴責 只有當我們繼續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自責的時候 別人才會譴責我們 因此 人在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責 就有福了 來自羅馬書第14章第22節 因為對生命而言 沒有一件事是需要被譴責的 所有一切都只是在表達而已 生命並不在乎你認為自己是窮或負 是強或弱 他永遠只以你所聲明的真實自己來回報你 只有人才有是非對錯的評量 對生命來說 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 正如保羅在自羅馬人的書信中所說 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 凡物本來沒有不結淨的 唯獨人以為不結淨的 在他就不結淨了 來自羅馬書第14章第4節 不要再問自己是否值得獲得你所渴望的事物 生而為人不是你去創造出這樣或那樣的渴望 你當下聲明自己是怎樣的人 相對應的渴望就會在你的內心形成 一個人肚餓的時候 他會不加思索地渴求食物 被監禁的時候 會自然而言地渴求自由 以此類推 你的渴望一早就包含在自我表達的計劃中了 因此你現在可以拋開所有的價值判斷 將意識提升至你所渴望的層次 而且透過聲明這樣的渴望 你與它合而為一 因為我的恩典救你用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來自哥林多後書第12章第9節 要相信這個無形的聲明 直到它在你的內心自然而言生成信念 你對這個聲明所堅持的信念 將會獲得巨大回報 不用多久 你所渴望的事物就會出現 相反 如果缺乏信心 你想要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顯現出來 有了信心 世界才可以建構起來 因為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學據 來自希伯羅書第11章第1節 不要為結果感到焦慮或擔憂 它們終章到來 就好像黑夜會尾除百周而知 將你所有渴望視為神的話語 每個字都是承諾 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沒辦法實現渴望 就是在於我們往往以某些條件來限制它們 不要限制你的渴望 當它在你心中生起的時候 接受它、感謝它 直到你的感激之情 已經滿日到就好像渴望已經實現一樣 然後 平靜地去做你應該做的事 全心接受你的渴望 就好像是將可欲性的種子 殺進準備好的土壤中 因為 當你將渴望重進意識之中 而且相信它會出現的時候 你就做好了你被期待去完成的所有工作 但是 如果你擔憂自己的渴望將會怎樣萌芽成長 就是等於將這些種子 怒怒地捉在心裡 你永遠都不可能將它們殺出去 讓它們掉落在信心的土壤之中 人們之所以會將它們的渴望加上很多限制 是因為它們往往根據表象來判斷 而且將這些事物視之為真 而忘記了唯一的現實 是這些事物背後的意識 將這些事物視之為真 就是在否定對神來說 凡事都有可能的事實 一個被囚禁的人 將周圍的高牆視為真實存在 自然就否定了他內在的神 對於自由的渴望或應許 當他們做出這樣的陳述的時候 往往會被問到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人的渴望是神的恩賜 這樣如果有人渴望去殺死另一個人 你要怎樣解釋這樣的渴望是好的 是神所賜的禮物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用我說明 沒有任何人會渴望去殺死另一個人 他所渴望的是從這樣的想法解脫出來 但因為他不相信 從這樣的想法解脫出來的渴望 本身就包含了自由的力量 因此他限制住了這種渴望 而將摧毀另一個人的生命 當成是表達自由的唯一方法 卻忘記了渴望所包覆的生命 自有他的運作之道 這就是他身為人所無從得知和發現的 人類就是這樣 由於缺乏信心而扭曲了神的恩賜 一個人只要擁有微小得 好像芥菜種子一樣的信心 那麼他的問題就會 跟聖經提到的那座山一樣 可以避移去 那些人要解決問題 就像那位老婦人一樣 去上禮拜而談聽牧師報道 你們若有心像一粒芥菜種 就是對這座山說 你從這邊拿到那邊 他也必拿去 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來自《馬太福音》第17章第20節 那晚當他祈禱的時候 他引用了這部分的經文 而且帶著他所認為的信心就寢 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他衝到窗前叫 我就知道那座山還在那裡 因為這就是人類解決問題的方式 他知道自己仍然會遭遇到這些問題 由於生命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 也不會摧毀任何事物 所以會讓他意識到的存在繼續活著 只有當人的意識改變的時候 事物才會消失 你可以依照你的意願去否定它 但是以下仍然是事實 意識是唯一的現實 愛在事物只不過反映了你的意識 因此你所尋求的天堂只可以在意識中找到 因為天堂就在你心中 正如上天的旨意 永遠行在地上 而如今你正活在你內心所建立的天堂之中 因為在這個世界 你的天堂得以自行彰顯 天國確實近了 現在就是接受的時候 創造一個新的天堂 進入一種新的意識狀態 一個新的世界也都將隨之出現 看啦!我做新天新地 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也不再追上 來自以塞亞書第65章第17節 我你的意識必快來想佛在我 來自啟示錄第22章第12節 我是無名的 但是我將採用你稱呼我的名字 本質 自己我所說的我就是你自己 因此你對自己的每個看法 或者是你對自己的每個深刻信念 正是你應該表現出來的存在 因為我是不會被魚弄的 神是興萬不得的 現在讓我指導你打魚的藝術 據記載 門徒打了一整晚的魚 他一無所獲 接著耶穌來了 告訴他們 將網左一次殺在片刻之前 還在貧借的同一片水域中 今次他們網到很多魚 這個故事正發生在今天的世界 發生在身為讀者的你之內 因為你內在擁有打魚所有的必要條件 但是你和那些門徒一樣 在人類的暗夜中打魚 直到你發現耶穌基督 你的覺知是主 也就是說你千方百計 要捕獲到某些事物 認為它們是真實的 而且用人類慣用的有利 奮鬥與努力 試圖與那樣或那樣的事物取得聯繫 也就是切法迫使那樣或那樣的存在出現 但是這些努力完全是白費力氣 當你發現你的存在覺知就是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會讓祂指導你去打魚 你會以意識去捕獲你所渴望的事物 因為你的渴望就是你將要捕獲的魚 而你的意識就是你在意識深水中唯一活生生的現實 如果你想捕獲的事物超出了你現在的能力 你就必須下潛到更深的意識水域中 因為你所渴望捕獲的魚或渴望 都沒辦法柔柔地在你目前的意識中 為了潛入更深的水域 你必須將目前所有的問題或限制都拋開 將注意力轉移開來 完全不去理會你現在所遭遇到的所有問題和限制 對自己說 我是、我是、我是 停住在這種存在覺知上 不斷對自己重申 你便是這樣的存在覺知 不要限制這樣的聲明 只要繼續去感覺自己的存在 你將會發現自己在無意中滑脫出那個喉 而這個喉將你牢牢系在眼前的問題潛攤上 現在你已經擺脫了它 而且潛往更深處的水域 這種轉變通常會伴隨著擴展的感受 你會感覺到自己在擴展 就好像你真的在長大一樣 不用害怕 因為勇氣是必要的 你不會因為以前的限制而死去 反而是那些限制會因為你將注意力 從它們身上移開而消失 因為它們只能存活在你的意識中 在深沉擴展的意識中 你會發現自己成為一股你從來沒夢想過的力量 在你離開充滿限制的海洋之前 你會發現你所渴望的事物就是你將會在深水中捕獲的魚 由於你已經丟棄了關於問題和種種阻礙的所有意識 因此現在去感覺你自己和所渴望的事物合而為一 就成為世界上最容易做到的事了 因為我是 就是復活與生命 如果你要讓所渴望的事物出現 而且存在於你的世界之中 就必須將你所擁有的復活力量加諸在它們身上 現在藉著去感覺 我是富裕的 我是自由的 我是強大的 開始呈現出你所渴望之事物的本質 當這些感覺固著在你之內 那些無形無相的存在 就會將你所感受到的事物呈現在自己身上 於是就好像釘在十字架上一樣 你會逐漸被奴釘在富裕、自由和強大等等的感受之中 讓這些信念在靜默中深埋 然後就好像黑夜的泄冊 在你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時候 這些特質 會以活生生的實相在你的世界復活 世界將觸及到你 而且見到你的血肉之虛 因為你將開始結出你所期望的這些新特性 和新本質的雷雷果實 它就是關於生命顯化的成功捕魚之道 但以你被叼進獅子坑的故事 亦都告訴我們如何成功體現渴望的事物 根據記載 但以你留在獅子坑的時候 背對著獅子 而且望著上方的光 於是獅子變得疲遠無力 但以你對神的信心救了他 這也是你的故事 你也必須像但以你這樣做 如果你發現自己身陷獅坑一樣的險境 你往往只會擔憂獅子 別無他念 除了你的問題之外 你不會想到世界上任何一件事 但這個故事告訴你 但以你轉過身背對著獅子 只望著他的光 也就是他的神 我們要效法但以你 儘管被困在貧窮或疾病的坑中 都是要將注意力從債務 疾病或種種問題上移開 只停在我們所追尋的目標上 如果在意識中 我們不回頭去看自己的問題 而是繼續抱持著信念 相信自己會成為所追尋的 所渴望的 這樣我們也會發現 困著我們的奴獄 中將打開高牆 而我們所追尋的 無論是甚麼都會被實現 另一個故事 是關於一位寡婦與三滴油 先知問寡婦 你家裡有甚麼? 寡婦回答 三滴油 於是他對寡婦說 你去借器皿 回到家裡 關上門 將油倒在所有的器皿裡 於是 他將這三滴油倒入所有借來的器皿中 用家裡所剩下的三滴油 將所有器皿都裝滿了 各位讀者 你們就是這位寡婦 你沒有一位可以讓你孕育成果 或讓你豐饒多產的丈夫 因為寡婦是一種 無法生育的貧窄狀態 現在 你的覺知就是主 或者說就是他成為你丈夫的先知 在寡婦與油的故事中 他認可的不是虛無 而是那三滴油 接著 先知對他下達的指令是 回到家裡 關上門 也就是說 觀上告知你貧窄狀態的感官之門 不再去看空空的器皿 債務和其他問題 你將注意力完全從感官的證據中移開 開始去感覺那種已經獲得渴望之物的喜悅 以油為象徵 當你在內心達成協議的時候 所有的疑慮與恐懼都會消失 接著 你也將填滿你生命中所有器皿 讓腐足滿日出來 認可是召喚世界的力量 你曾經認可的所有狀態都已經體現了 今天你所認為的真實自我 就是你正在這裡經歷的 因此成為那個寡婦 而且認可內心的喜悅 無論這樣的認可一開始有多微小 你終於將得到慷慨的回報 因為這個世界在一面放大鏡 會放大你意識到的所有存在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別的神 來自出埃及記 第二十章第二節 你的覺知就是耶和華你的神 你是多麼發光發亮的一個啟示 來啦 從受困的夢中醒來 意識到這個世界是你的 因為地和地上所充滿的都屬於主 來自詩篇第二十四章第一節 你就是這麼執迷於你是人的信念 忘記你是多麼榮耀的存在 現在以你灰弘的記憶去下指令 讓還未得見的事物出現 它該當出現 因為萬物都不得不回應神的聲音 它是你的存在覺知 這個世界正等著聽從你的指令 在世上 它可以讓你重新變成 詞主題 Boost 詞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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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